昨天咱们好像说了很多清政府的好话 但是我们都不可否认 满清走到末年的时候是政治人才匮乏 尤其是满洲贵族里面 那么而且呢 常常犯一些很低级的政治错误 那么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讲讲看 就是像当年这个摄政王监国在风 那么他要做一个人事任命 但是当时的舆论大部分都不赞成 那么那时候呢张知栋呢 连老张知栋就劝他就说 这个事不好搞吧 你这么要硬搞的话 舆论不会支持的 老百姓会反对的 结果他说什么 他就说三个字 有兵在 有兵带手 我怕什么 枪杆是出政权嘛 结果后来张知栋啊 听了这句话之后 非常的难过 非常开态 出去之后回去跟陈夏说 哎呀没想到今天竟然听了一句亡国之言 后来没多久 张知栋呢就忧愤成吉 就很不高兴的 这么就死去了 那么除了张知栋之外 当时其实还有很多人对清朝是忠心耿耿的 比如说袁世凯 那么当然这也很不符合一般的想法 一般总以为袁世凯是那个当下时刻里面 拼命捞政治游水的一个人 但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史实 跟学者告诉我们 当时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比如说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 教授马勇 他写的这本 1911年中国大革命 那么马勇这本书呢 就跟我们昨天谈的 叶鼠民那本书一样 都是具有一些 通俗的济世的风格 那么我们一般读者 没有一个专业学术训练 也都能够看得懂 比较奇特的是 昨天我们介绍叶鼠民那本书呢 他的注释下得非常清晰 那么但是马勇呢 虽然身为庙堂之内的学者 但是呢 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反而呢 尽量少用我们严格的学术体力 那么当然你要透过他查考资料 不容易 但是问题是 你就这么拿来看 还是很好看的 好 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提到了 为两个人物 或者两个势力平反 一个就是清末的这些皇室 比如说 包括持血都死了之后 我们想想看 当时那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微妙 微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整个清末的政局 是三方面的一个交手 一个就是朝野之中的立宪派 另一方面就是革命派 当然还有朝廷 那么在这三方面交手的过程里面呢 过去我们总觉得呢 这个立宪派比较保守 朝廷更不堪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他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朝廷 其实也做了很多相忍卫国的 让步的行为 才使得这个辛亥革命 那么顺利的几乎没有大规模的 全国大战争的情况下 就能够顺利的成功结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还让我们看到当年的 袁世凯的想法 比如说郑明就提到 说大家都觉得 袁世凯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方面 那么想利用机会 那么掏政治油水 然后最后想自己当总统 甚至想复辟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个有点是 从后来的事实倒推回去看他 那么根据马勇的分析呢 其实袁世凯一直对于朝廷 都是很忠诚的 他一直都是很希望 能够做到他心目中 他的偶像是谁呢 是日本的伊藤伯文 是德国的毕斯迈 这两个人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不是自己当皇帝 而是当好宰相 那么辅主国家 辅主少主 使得国家能够富强 然后推动他心目中的立宪君主制 好我们看看 当时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那么那个时候呢 南北之间的这个对立 要打开 打开这个大仗的局面呢 看来很快就要展开 袁世凯这时候被召了回来 代表清廷获得充分授权 那么去干嘛呢 一方面带兵南下 要打到武汉去 另外一方面呢 就跟南方和谈谈判 但是我觉得袁世凯 当时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也不想贸然去打 而南方呢 也没有打算 就是谈都不谈 就是要干革命 而是双方都觉得不能够随便的打开大仗 涂炭森林 好我们看看这时候 正本书里面就说到 当时袁世凯呢 是一方面利用军队 逼迫这个湖北军政府 开出谈判价码 进行谈判 对于北方他的朝廷 就将南方的价码与压力 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 只要朝廷愿意在政治变革方面 做出巨大让步 就能够利用这是武昌起义的危机 变成国家为君主立宪政体了 那么当时呢 这个立宪与这个革命呢 是个悄悄板 就是说呢 你同一帮人有时候会支持立宪 有时候支持革命 纯粹看情况 如果你朝廷狠手就 什么都不动 大家就去支持革命 朝廷上面 只要做出点改革的让步 愿意做一些主动的政治改变的话 那么大家就会倾向于立宪了 好 那么这时候就是他就说到 袁世凯这个时候坚持军宪主义 当然不说明他高尚伟大 而是说他试实物 什么叫试实物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那时候 农玉太后带着这个小溥仪 孤家寡母啊 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哎呀 我一个富道人家 以前什么政治都不懂 现在忽然面对这么一个残破局面 我这孤家寡人呢 我们整个朝廷 整个爱心觉罗家族命运 就都交给你身上了 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的切听你安排了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那么而且对于袁世凯来讲 他当时非常计较的 就是后世 会不会说他欺负人家 孤家寡母 那也很不像样 对不对 那么后来袁世凯 在11月16号 公布了一个新的内阁成员名单 希望能够挽回局面 那在这里面 后来很多人都说 哎呀 这些人都是你北洋人物 但是事实上 你如果讲一个政治内阁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的话 一个内阁 他当然必须是同一个阵营的人物 如果四分五类的话 这还能叫内阁吗 而且你看 里面也相当大度了 有些人呢 其实呢 并不完全是他身边的人 比如说 他要找梁启昭 他要找张谦 但是这些人 只不过是自己不愿意进 于是没加入而已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再往后看啊 就看到当时双方派出来谈判的代表 也都很有意思 南北双方代表是谁呢 北方来的是唐少义 南方的是我们香港人 武庭芳 这两个人啊 一个是在英国的这个法律制度底下 出来的香港的大律师 太了解英国君主立宪怎么搞 北方那个人呢 反而是在美国回来的 那么懂得美国民主共和制怎么搞 这两个人分别代表南北双方来谈 其实是个绝配 那么但是当时这个谈的东西是什么呢 主要还不是停战 而是已经在决定 未来国家政体应该如何了 那么当时整个局面呢 就是如此急转直下 那么到了最后 马勇呢 对大清王朝呢 其实是充满同情的 他就说到当时龙玉皇太后啊 那么最后呢 愿意 其实他本来还是可以放手一搏 那么北方重臣也仍然可以拼下去 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 是时候了 该退位了 于是写了一个清帝退位照 公布优待条例照 还有劝狱成名照 这个劝狱是什么呢 劝满汉蒙回帐 五族完全领土 唯一大中华民国 然后呢 希望呢 大家呢 南北统一 大家和和平平就算了 那么从这点来讲的话 这个清朝最后结束的 也算是相当体面 要不自在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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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给了